音樂 剛才接一扇電話 他說這個父母 沒問題 也算很力 只會怕 會害怕 像現在母親到現在 換我跟我媳婦 也是出很大的問題 我說要怎樣 他說我媳婦 她不是說怎樣完結 我一生走過一生一頂 孩子也都打碰碰 勾過也打碰碰 這也算很大 你都沒話說 我說沒有人跟你說 我要說這條 說這條 叔叔說 我媳婦這條也是出很嚴重 三天五張就沒看到人 跟人家走零三走 我懷疑了 他們老公怎麼說也不好 那孩子那樣也都打碰碰給我 收行這樣對 我知道 收行對還是不對 收行是對還是不對 有的人頭路不在顧 拼死龍的也有 那叔叔說這樣對還是不對 什麼叫做不對 來啦我們說一下 無論你是從事 什麼行業 到底是要先顧不得 這是媳婦的建議 我先會說 主人必勝共一禮拜 共修一次是晚上 六點半到九點半三點鐘 頭前面一點點鐘鐘 再來後面就分替 讓你們不會靈光地 今天我不會帶你去一世 全頭這樣撞 也不會讓你撞紅撞 什麼 叫做不是有智慧的修行 所以說 社會代重 沒有收的人是怎樣 有收的人又會怎樣 又會更好 只要是人 我們受心 沒有成為一定的 造人的根本 把我們的家庭學圓圓 把孩子教育好出社會 生為一個國家的動量家庭的希望 這是我們要做的義務 如果收到三個月 空幾個月有時候 家庭差不多幾十天都在外面 出門家裡不用花錢也會 如果家庭不照顧好 老爸這個孩子 如果沒有人照顧到 老爸給大家看 這樣也不對 只要是人 就一定要有辦法 把這個執著 還有你 要做什麼事 你不能接著說 我一定要收 我沒有收不行 我沒人說的 一家一尊說的 沒有收不行 沒有做不行 所以我一定要這樣攔 我沒有這樣攔 我收不 不要騙 如果是這樣攔 就收有 沒想到對 跟你說 我不相信 我都沒在攔 沒在走 沒在說 想不到 心如果蒸下去 對不對 一些好的煮電 拿來看 以前 我們老母娘 老下來 這所有的 經電 我們會去研究 可以去看 在家裡也受到病過 不一定就要照顧 一室家一直攔 一直攔 攔到真的 你有出頭了嗎 真的 你可以安裝嗎 我們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 收穫 大堆 不可以說 被傷到片體 臨傷 為什麼 那有的就 說一句 不要聽 把你框架 之後 還要把你競爭 你不可以離開我的 身體 被離開我的身體 我就要把你沾冷 不然就要把你的冷 怎樣 怎樣 要把你怎樣 怎樣 這種的叫做框架 這種的也是 這種修型 就叫做亡修型 你只是跟著別人跑 你只是 聽別人的指令 你一點點 自己的自信都沒有 自己一點點 看法都沒有 你說要怎樣想 不可以說 這也說 沒想知道 那些公子沒完結 說要離婚 那像這種 零三一泡一泡一泡 這種的 母到母也會離婚 這也是 要去 要去 搗争一下 不對就是不對 我們有時候 會去用胸跟偏貼人胸 錢又花了很多 回來又讓人感覺 你是沒心 沒心到一種 會不會 我們就不是叫做 真正的修型 修型 會感激 我們說受煎熬的很多 很多 很多 因為受到煎熬的很多 也因為受到煎熬 你自己比想更了解 但是不要執著 我經常說 修興是修內財 修內心 修一個煎龍 修一個可以做人 這樣就好了 還有一項就是 你如果真的有 領天明這輸的 你在家也可以修 心自己就會來找你了 不必我們去找神 是神來找你比較快 不是你去找神 我們都有這個執著點 這個執著點 一直強調 修行一定要跑零三 修行一定要這間 走過那間 那間走過那間 一直在強調 修行的重要性 要透過修行 可以幫助自己的心靈成長 你在家裡面也可以 不然一個禮拜 共修一次 也可以 我們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 如果剛到極境的時候 才知道說 那時候我們賣五六年 或是賣了十幾年到現在 你都沒有感覺 你有生長到什麼 在學修的過程 也是要真正的了解 是家庭比較要緊 家庭比較要緊 事業比較要緊 顧不到 連後才來顧佛祖 在我們學修的過程 你一定要守下一切 真正要有一些練頭 練頭是要正練 你如果沒有真念 你要怎麼收 再來就是 我們找到我們的障礙 我們自己的問題 點在那裡 我們要勇敢去面對 要去改割 要去相信 那個正能量對跟錯 你如果真的說 去收收到大陣 農家算體 或是收到你錢 放黑 開了 你 要把問題 障礙點 真的要了解一下 真的要了解一下 為什麼他會這樣 我們怎麼會收到這樣 一些錢 黑了 收到這樣 一些工作都棒棒的 小孩 教不好 你如果遇到了障礙點 問題點的時候 你要勇敢去面對他 解決問題 然後才能放下一切 那個時候 你才知道 突然覺醒 自己怎麼可以從容的 去做這些事 我們今天沒有了解 我們的家庭有危機 我們的孩子要出社會 如果真的沒有原因 世大人很堅定 把家庭修好 再來就是 孩子看老婆婆的榜樣 有的人超齡山 和孩子 竟然怎麼帶出去 和孩子帶出去 才會跳 人家小小的孩子 就會去出小擠 會去拖拖拖拖拖拖 那都沒關係 問題是要對 不能說 跟孩子的託拖時間 還在託中 還在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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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拖拖拖拖 這個你都沒有看到 未來的危機在哪裡 未來的危機在哪裡 收姻是到底有好處 但是收姻是要有工夫 真的錄飾在日常性外 當中 它可以帮助我们化解很多的烦恼 就是因为我们有信用 所以信用是要正信 不叫我们买信 我们说有生活中种种的不如意 所音气的 人们跟你说的 因为你现在在生活中有种种的不如意 还有一些问题的卡关 人们跟你说你这就 你爱开工你没开 你这要做你没做 所以你没去招账 你没去挥 不去奉行拜众 你这些都没做 不用说你也不顺 好 这些都没做 不用说你也不顺 这句话如果跟你说 我跟你说你会哭哭葬了 不知道葬到哪里去了 就哭哭葬了 这些有的地点帮你挥 这些你都要去走到头 就要挥五秒挥到头 不然就会招账 或者招账 什么都要去挥到头 这样你就顺了 好了 这样就顺了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 种种不如意当中 去音气就说你爱领学 音气就说你 要去做什么 要去做什么 都是不顺所音气的 那这个不顺 我们都没去研究 问题出在队 我们都没去研究 所以 我们会因为 这样 你就 真的开始走 开始走 因为不顺 又一直走 又越不顺 的时候 你就怪 街道顶 说 我都走这么久了 如果我们都没保庇 那这个保庇什么 我也不知道 由此可知 烦恼不离生活 生活一定会有烦恼 如果生活一定有烦恼 那一定就要去找凌散 才不会烦恼 如果你的生活里面 就有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对到事业上的问题 还是对到纵害的问题 是要用头上去想看看 想看我们的状态是由对生出来 问题是由对生生的 我们要用这种勇敢去面对 去解决问题 不是用这个白在生的 白在凌散 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经常说 烦恼不离生活 生活不离烦恼 那没多一个不烦恼 那孩子出外在吃头 我们做朋友都在家也坐在烦恼 反正我们的状态到现在 好啊不好 对吧 破底不离生活 也就是念心 我们要磨砺心智 灵性要革命 生活可以因很多 苦恼跟一生不如意 但是我们要了解 这些生活上的不如意 这些生活上的烦恼 还是我们对一家在买孙 这有时候你都拔在这条 你电动 事情越不越烦恼 越不越烦恼 有的人会用这种方式 要偷偷 用泡零散 要偷偷 用手 要偷偷 用开窗 要偷偷 这都不对 如果是啦 没想到 坐在那条鱼 30年了 我应该派人说 什么人你去开窗 什么人你一定要去开窗 你不去开窗 我不想说过这种话 如果我说过这种话 我就自己生自己的家伙 为什么 我就是 勾不理三种 想不说叫我 要在那里做东西 我就已经很勾不理三种 我没可能叫 勾出来 叫别人 又跳第二次了 我们不能在家里收就好吗 我们可以感悟 我们就可以开窗了 心生出来的烦恼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烦恼 拿开了 理心没烦恼嘛 就是破体了 破体不理心 理心没烦恼 这就是我们自己 没有去感悟到 所以我们经常说 烦恼 是由来的 由心生出来的 那我们的心 不要有这种烦恼的心 你如果有法度 有法度把事情用来 证知证见证能量 去解决问题 都没有一些问题 问题都是我们自己去的 第一 我们的EQIQ不够好 我们要做的生意 就不是做到这个时候 没有下时候的时候 做到的 就是我们现在说 通货膨胀也好 还是说这次的这 这三四年 已经有多多少公司 多多少饭店 多多少 包括股票 这些的问题 你都不会去解决 这就是我的温不好 还是怎样 这是世界的问题 这跟我们一个人的 关系都没有 这世界上的通货膨胀 因为有这么多的隐忧 不是你个人的运途 也不是你个人的问题 一天去上升 我有很多微妙的关系 你没有去静观沉溺 你要如何入道 真正的修行 就是要静观沉溺 你才能够真正的入道 以佛长相左右 我们要共有法改主宰主敌 要统统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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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 我们这个潜能 你的潜能也要有 你想要取发智慧 不是依靠外力 就是要达到般若之慧 如实面对真我 对这个极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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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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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得到,用什么方法 这个都不是我们灵修的重要课题 灵修的重要课题,必须深入正道 仙佛的经典要去研究 仙佛的经典要去研究,要用心去转眼 这经,不管是道理乐室 你也要去找乡,收乡就是要成就 要成就什么? 就成就说,我们人在世间新处封殿俗世 如何才能断这个庭圆,要求解脱世事 但是我们新处封殿的俗世 在那简单,要求解脱世事 所以说,入世修出世间法 这就是心为真正要修的人 你要去了解 最迫切的功课是身在红尘中,心在红尘外 心在红尘中,心在红尘外 了解自己的灵性,输求,所定的目标 你才有勇往迈进 凡事都要有个限度 局势反伴 金属看板 当人和的事都不能非吉、非料 这样哭哭哭哭哭哭 受乡的人,你要去品尝孤独 也要去品尝我们的沉济 这就是说,世间人没了解了 大家都把白白来受乡 大家都把白白做火,大家都把白白开庭 开到那一间那一间 比小门更多 比药妆店更多 若是公廟比藥妆店更多 比水門更多 这样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叫做没聚了 收衣不是这样收 收衣 不是要选择票 部分人间世修 收衣不是这样收 收衣是收收的 你会笑还跟百人了 收衣如果收了 你觉得不错 这样家庭的烦恼比较少 元家政策比较少 这些收衣的吵吵闹闹的事情 就是你这一粒心有增来 你会贴在屁 你会贴在世俱 在乱的时候 你有法增来 脱头浮生半日生 这个日子是不多见 但是 我们还是没什么了解 入世修出世间法 就是在那黄金属世来 锻炼自己的体骑 都我们头也可以 但是有很多人说 不在我们家政策 不是说不行 谁说不行 吃到鱼 在我们家也听到分贴 在我们家也听到政策 在我们家也听到念经 不是说不能念经 如果那经开 就念下去 那经就整经 整厨经 偏小的说 说的是 说的是 人敢听下去 那如果这样 佛教 他要谈到 在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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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奥米团队 一直念 还要去到便所 也在念奥米团队 对 念到晚上 要睡了 才没念 那佛教是要怎么 躲那个中心 佛教都叫人 一句佛祖 念到死 为止 是怎么说 一句阿弥陀佛 念到你肉体下薄 人家用一句阿弥陀佛 就听到 躲千千万万人了 那我们不是 叫我们说 要 愚烦不烦 刚才烦恼 不要烦 自己要锻炼 自己的体平 也要有抗压力 也要有抗压的能力 遇到烦的事 就不要再烦 遇到事 就不要再乱 专烦 就是生普体 这就是说 公顶领领领的好处 但是我们的夸点 就是用意 去外界 把我们抠刀 后来就抠刀 这就是我们 修学的人 最怕的 就是怕这个 怕说 就这样收 收到买了 才会隆结算 收到买了 我这间公共要收起来 收到买了 整桌上的心 都中无神 为什么 我们灵感不起来 还是怎么样 不是灵感不起来 是我们自己本身 那个目标 目的 你要做什么 你让把它列出来 你到底发的缘是什么缘 你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真的要怎么做 这个工作就好像 不像我们在设施 设施 真的要抠刀 同样的意思 不然你说 要去国家 抠刀 抠刀 就说是高抠 高抠之后 国家就让你 逃脑吃 同样的意思 他也是要抠刀 我们不管说 领厚也好 领受也好 还是说 我们在 开工 借赏也好 你一定要有一个 准则 跟目标 跟原则 你猜的是什么 神 这个神是 领什么狱子 什么狱子 是派什么 指令 给你做 你就照 他派 这样做就好了 照 怎么派 我们怎么 做就照 这样做就好 我们人真 要去收 自己的主心 要去提醒 自己的主心 我们的 凌生 如果的 公民 心 都静下来 我相信 说 学 到底 学家有一个 水准 不可以说 学家 说 家里 帮忙 让大家 说 你们这 凌生 凌生 这样也没什么 对 不是 没什么 对 没人 这样 所以 说 有一个 目标 有一个 理想 真正 如果是有 带天明之宿 就是好好 学 不要 阔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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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 对 感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